哇 这么大一个 哈哈哈哈 给我脸还大 我的菜园子又被老鼠给偷家了 首先看一头老鼠从这边跑过去 然后我一看了 我的红薯自己就被挖了 不知道这个鼠原有没有手下流行 那我们现在就挖起来看一下 我这下面种的全部是紫薯 你看这个杆全部是紫色的 说是辛辛苦苦种了半年 其实我也只是浇了点水而已 去年我就是把这么多的红薯藤埋在这个底下 然后今年它自己斩起来了 现在就可以很方便的挖了 我们先看一下被老鼠啃的这个红薯 先把它挖起来 哇塞 太夸张了吧 哇 这么大一个 给我脸还大 这个地方你看被老鼠给啃了 这个等一下拿水冲一下 这个就很好看了 其实它是紫色的 哇塞 超大个 哇 这里还有一个 哎呀 这个也是被老鼠给啃掉的 你看好可惜啊 这么大一个 继续挖 哇塞 这边有一颗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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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点裂掉 还好吧 还是比较完整的 来把它放进去 哇塞 这个土非常的松 很轻松就淘到底了 我自己配的种植土 哇塞 哇塞 这里有一个 哇塞 你看这个还不错吧 够吃一顿了 哇这个好大 这也好大 有一点点裂掉 可能是水浇太多了 就之前有下雨 继续挖 这一串小小的 我家狗子非常喜欢吃 大家来 我们一人一个好不好 老三吃一个 大吃一个 你不要啊 老二吃一个 老大你这么金贵 这个地方有点危险 这个好像也有一颗蛮大颗的 哇 这里好大 这里好大 哇有两根 有点像胡萝卜 这个像什么 卷起来了 这个要换这里 这里又有一个小的 这又是一个小的 看起来像坏了 其实没坏 它皮就这样黑色 你把这个 翻过来 这边还一颗 这是被我丢掉的韭菜羹 它居然还活着 我摸到了 好大一个 哎呀 也就这么大吧 还裂掉了 也是水分太多 哇 今天收获不错 这个地豆 就是不会爬藤的豆子 但是 我忘记收它 全部长老子不能吃了 到时候把这些豆子 跟地瓜藤割了 再埋到底下去做肥料 直接就做底肥了 哇 这么多 还不错吧 这个收成 够吃好几顿了 太重了 我帮不动 我先下来 这几个葱刚才被压断了 我们直接先把它也给它收了 今天的收获还不错 我们下次再来挖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